成功进步总是少不了羊肉这项食材 原本从事羊肉屠宰的李维胜和牧场合作 推出全台第一家拥有产销履历的一条龙羊肉品牌 还迈进连锁有机超市 只有工厂没有店面 这家传承四代的百年饼铺曾经风光一时 如今为何只隐身在郊区工厂 成为机场免税店伴手里的供应商之一 请锁定本周日播出的台湾真善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